好我們要看大家日本語小說二第二課第一段 我們看標題 喀巴巴西 道故街 他後面這個隱藏了 好這個他這個漢字寫何與喬 這個何是念喀 那個語是念哈 語是念哈 但是他的語這邊音變了 我看一下 這個語原本是念哈 沒有他音變了所以變啪 所以是 喀巴巴西 何與喬 那何與喬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 我們來看一下 好這就是何與喬 何與喬道具街 你去的時候他會一個很大的這個 廚師的頭 在上面 然後你看看這邊寫 這是他的官網站寫的 他這邊寫 等一下 石叫做小窟 我等一下再把它放大 神夢 神夢就是專業 神夢店 專業的店 專業的店 好吧 放大 就是這個飲食有關的 然後比較專業的店 好 然後後面的阿茲瑪 然後這個阿茲瑪是聚集起來 嗯 阿茲瑪是聚集起來 所以這個 何與喬 這個地名 這是一個地名 這邊是賣這個 專門賣這個飲食的 神夢店專業的店 然後聚集起來的一條街 那他專門是賣這個豆腐 好 這個豆腐就是工具 對 那我們煮飯的工具有什麼 就是那些 煮飯煮菜的工具 什麼鍋碗瓢盆啊 什麼菜刀啦 那些東西 有一個 他那種飲食店的一條街 所以他叫做 這何與喬卡巴巴西 好 那我們來看他的這個 交通位置 他是在這個 何與喬就是在東京 坐東京 地鐵銀座線 田園丁 站下車大概走五分鐘 或者你可以走這個 你可以做這個都營電鐵的前掃線 前掃站下車大概走十三分鐘就可以到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好 好 就這個 就這一條街 這條街大概八百公尺 全部都是做那個飲食有關的 或者是飲 做餐飲的那種工具 所以如果是廚 你是廚師還是交警主婦去逛這個街一定很高興 好 那日文比較好的同學 你應該有發現什麼了吧 他這個 剛好跟我們的河童也叫卡巴 河童也叫卡巴 所以他諧音是河童 所以有人叫河羽喬叫做河童喬 所以他這邊他這邊就是 因為那個名字一樣嗎 所以他這邊就很多這個河童的吉祥物 你看他這邊你這邊走的話會到處都會看到河童 你看這個河童有很多種河童 河童有沒有 你會看到非常多的河童 河童 河童就是他們這邊的吉祥物 然後這個是黃金河童河太郎 黃金河童 所以你在那條街上走 你會看到非常多的河童 好 那我們看回來 好 我們看回來 所以這一刻就是那個米達桑 他因為他很喜歡很喜歡煮菜 所以他去逛去逛這個東京的這個地方 逛這個河羽喬 河羽喬道具街 他又叫做河童喬 好 那我們往下看 河童叫 卡趴 卡趴是河童 好 那麼你看一下第一句 皆さん お疲れ様です 皆さん 皆さん就是你 お疲れ様です お疲れ様です 就是 你辛苦了 啊 就是 在別人下班的時候 他們會講 您辛苦了 或者是你辛苦 お疲れ様です 你辛苦了 您辛苦了 別人下班的時候講 好 他說 所以有人對Mina桑講說你辛苦了 所以這個時候是Mina桑他下班嗎 哎呦 他的他的什麼同事看到他就說 お疲れ様です 你辛苦了 他說 啊 鈴木さん 他說啊 是鈴木さん 然後 他說啊 你鈴木さん 是你啊 他說 駅まで 到這個火車站 一緒に 一緒に 是一起 帰りましょう 哦 哦 就是啊 馬秀 鈴木さん 馬秀 是怎麼把 所以到這個車站為止 我們一起回去吧 我們一起 我們一起走吧 一起回去 我們一起走到車站吧 然後這個Mina桑 這個是介紹 他介紹 這瓜起來是一句話嗎 瓜起來是誰講話 他介紹 他的這個場景的介紹 還是他的心理話 他說 他說鈴木さん 哇 他說這鈴木さん IMC ロボット開発 チームの仲間で 他是說 他是這個INC ロボット ロボット是機器人 開発 開發 チーム是英文的TEAM 隊伍 那我們這給他翻團隊 他是我們INC的機器人開發團隊的 好 Nakama Nakama是夥伴 Nakama是夥伴 他是我們開發團隊的夥伴 那以名詞加D段句 好 所以 這是第一句 第一句他是我們開發團隊的這個夥伴 然後 第二句 我們主持是這個鈴木 然後他第一個是我們開發團隊夥伴 第二句是什麼 BOKUTO BOKUTO是男生的我 所以BOKUTO是漢我 A是牆到後面 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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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跟我是Onai 同年的 同樣年紀的 譬如說我 Mia-san這個小說是26歲27歲 所以他說 十字天然跟我同 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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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是2627歲 這個年紀的 然後我一下看 好 所以他就問他 Hiko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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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名詞搬家 我們原型是Hikoshi 原型叫做Hikoshi Hikoshi Hikoshi Hikoshi是搬家動詞原型 好 那我們說你這個改成連接型可以當名詞 雖然名詞是Hikoshi 那一樣還是意思還是一樣搬家 所以搬家的 Nimozu Nimozu 我們所有 主要我們課本很奇怪 我們都叫行李出國的行李 可是Nimozu的話你在日文裡面 你真的去查 我就要大家查 第一個是行李 第二個是你那個搬家的時候要把那個一包一包打包 打包那個那個包裹一箱一箱的那個包裹 一箱一箱的貨也叫Nimozu 我們看一下 Nimozu 第一是你出國這些行李 第二是你這個搬家的時候還是你要寄東西 你打包的一包一包的這個 這個箱子也叫Nimozu ok 還有是那個去讀書館的時候讀書館 你的背包那些都不能帶進去嗎 背包束包那些也叫Nimozu 所以Nimozu他大概有這三個意思 比較常用第一個是行李 然後第二個是這個一箱一箱的貨 還有如果你去讀書館的時候 他說什麼Nimozu就是你的背包那些 ok 好 所以這邊的 一箱新的Nimozu 你這個搬家的這個一箱一箱的 有沒有 紙箱 丟起來一箱一箱的 哦 那些哦 mo mo 是什麼 已經 固定了 我們看一下 好 固定了 固定了 收拾 等一下 固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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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收拾 所以你說哎 收拾好了嗎 你搬家的這個 這個什麼 你一箱一箱的搬家 你的這個家具啊 還是你的行李啊 那一箱一箱的你已經收拾好了嗎 你已經收拾好了嗎 你已經用好了嗎 有沒有 哦 收拾整理好了 你已經收拾整理好了嗎 好 他說嗨 是的 這意是,是什麼 務必 还是一定要付词 所以务必 pondo 下一次 所以务必下一次 asobini kite kudasei 务必下一次请你要来玩 好我们这个 don o ni kuru 是 on o ni kuru是来干嘛 你这个原型是asobu asobu是玩 那我们改成 ni kuru是来 那我们前面是连接型 所以asobini kuru是什么 来玩 好那你后面加这个te kudasei te kudasei 是请请你干嘛 那te kudasei是有汉字的哦 他的汉字写这个下 te kudasei汉字写下 那我们这个 这个是kuru嘛 那kuru变tasei 变kite 所以asobini kite kudasei 请你要来玩哦 所以下一次 我这个收拾整理好了 我家 我搬家已经收拾整理好了 那 下次请你要来玩哦 然后 他的同事这个suzuki san就说 i desu ka 可以吗 我可以去你家玩吗 然后皆さん说 moji don desu moji don desu moji don desu 什么当然了 of course 当然你可以来我家玩 wattashi ga 料理を作ります 然后日本很想很少在讲私 那如果讲私又特别强调 然后这个歌是强调 前面是哪个对象当主持 所以 wattashi ga 签调说我 料理を作ります 你moji don desu 當然當然你可以來我家玩 然後你來我家玩的時候料理を作ります 我會煮菜給你吃 我會煮菜給你吃 それは楽しみですね それは 那個那個指是 哎 去你家玩你做菜給我吃 所以那個事情 楽しみですね 啊那個事情我期待呢 好期待去你家玩你煮菜給我吃 どんな料理 怎麽樣的料理作るんですか undes 是強調 那卡斯文號在undesca是強調說 哦說哎你會煮怎麽樣的菜給我吃 有沒有 你會煮怎麽樣的菜給我吃啊 你會煮日本菜的啊 還是你會煮 哦中國菜的啊 還是你會煮什麽泰國菜 你會煮怎麽樣的料理給我吃呢 哦 なんでも作れますよ 哦 なんでも作れますよ 很明顯 我們這個作れます 我們原型是什麽 我們先看這個なんでも好了 這個demo 是即時 那這個なん是什麽 所以なん demo 是即時什麽 那即時什麽就是全部啦 吼 全部的意思吼 那我們看一下 我們現在有學過哪幾個全部 我們這樣 sample sample 是全部 什麼 spate spate 是全部 啊 alayulu alayulu 也是全部 我們先全部打完 nanimocamo nanimocamo 也是全部 還有這個 nandemo 也是全部吼 我們把這全部打用出一點 大家抄一下 來解釋 啊 這個sample 是比較口語的 跟這個spate 這兩個全部是比較口語的 比較口語的 比較常講的 那這個alayulu 是比較穩的 寫下他沒有漢字 他是比較穩的 他這個是 一級的單字 一級的單字 那這個 我玩日本遊戲常常看到 說alayulu 属性 所有的屬性 什麼冰啊 火啊 我們要 冰啊 火啊 什麼黑暗啊 什麼什麼光明啊 什麼所有的屬性 有沒有 這是比較穩的 沒有寫漢字 nanimocamo 這個也是全部 這也是全部 那我們現在這個是 nandemo 也是全部 這邊都是全部 那比較口語的是 全部 spate 還有 nandemo 這三個是比較口語的 然後這個是比較上面一點 然後最穩的是這個alayulu 操一下 好 ok 哦 那我們看一下 那他這邊講 nandemo demo是即時 即時什麼就是什麼 全部 我全部 他說 上一句是問你做什麼料理嗎 你做怎麼樣料理 有沒有 所以什麼 即時什麼料理 作れますよ 作れます 好 那我們 我們看一下 這個圓形是子庫路 啊 那你這個六里 哦 子庫路是什麼 煮菜 做菜 好 六里 啊 子庫路是煮菜 做菜 好 那我們這邊 很明顯 我們改成 子庫列路 子庫列路是動 是路 是什麼 能力行 我們說能力行是能 還是會 哦 能不能 我會去做什麼 還是我能不能做什麼 第一次我能不能做什麼 我的能力嘛 哦 我會不會開飛機 哦 或者第二次會啊 我會去開飛機 哦 這個 哎 哦 有沒有 譬如說 哎 我能上天堂 我能不能上天堂 跟我會去天堂 會去跟不會去 會去不會去跟能不能 哦 他是兩個意思 所以 他可能會有兩個意思哦 就是啊 即是什麼 我都會 我即是什麼我都會煮啊 即是什麼我都能煮 即是什麼菜我都能煮啊 這第一個意思 那第二個意思 哦 即是什麼菜 我都會去煮看看哦 即是什麼菜我都會去煮看看 哦 ok 好 那如果這一個 這一句是什麼意思 我們還在看下一句 我們看下一句 如果你不太去 因為這句有兩個意思嘛 所以你要去看上一句跟下一句 你會比較能夠 去翻書 他比較 適合的意思哦 你看 色々な料理を作ってみる が好きなんです 好 這個andes 是強調 那色々是各種的各式各樣的 然後那形容詞加那加名詞 所以各種的料理 作る 所以做各種料理 那後面這個てみる是試看看哦 動詞加てみる是試看看 好 所以作ってみる是什麼 嘗試去做各種料理 那你加這個no 是名詞化 你加no 的時候才能放在が跟 挖前面當主持 那skis 喜歡 那 skis 他喜歡叫你主持 が 好きです 家事強要主持是哪一個 skis 喜歡 所以我喜歡哪個東西 哦 所以他說什麼 他喜歡去做看看各種料理 哦 那後面的andes 是強調哦 好 那我們這邊要講過啊 爲什麼多文啊 我們這有講過很多次 我們說什麼 名詞那形容詞的 名詞那形容詞的現在式 有沒有 好名詞那形容現在式 你要加這個na 加這個n開頭 還是no開頭的句型 那你這個suki suki 是什麼 na 形容詞 而且還是現在式 所以你要音變加一個na 加這個n開頭的句型 加n開頭句型 那你n要跟前面這個拼 哦 所以n跟這個na拼起來就是nan 所以skis なんです 所以強要說我喜歡去嘗試做各種料理 哦 所以你你這邊是哪個意思 我們剛才說 這個 作れる作れますよ 哦 又是強調我的主張 所以 我什麼料理都會煮哦 第二是我什麼料理都會煮哦 我什麼料理我都會煮法國菜 日本菜什麼料理都會煮 啊 第二意思是什麼 我會去嘗試各種料理 我會去做啊 什麼我都會去做 哦 什麼我都會去嘗試 所以這邊應該是第二個 哦 這邊是第二個 為什麼我什麼料理都會去嘗試 為什麼 因為問那個問他的是什麼 你做什麼料理 他是說你做怎麼樣的料理 而不是說你會不會 哦 所以他是問你做什麼料理啊 不是問你會不會做什麼料理 他說你會你做什麼料理有沒有 所以我什麼料理我都會去做看看啊 哦 所以這邊是 何でも作れます 是什麼 我什麼料理我都會去做看看 我什麼料理我都會去做 哦 不是我所有料理都會煮啊 這邊不是 再講一遍哦 這個這個邏輯也難翻哦 どんな料理料理を作るんですか 他是問你你是做什麼樣的菜 哦 不是問你會不會做菜 你會不會 你會不會煮全世界菜 你會不會煮全部的那個 中國菜 他不是問這個嗎 他是問你做什麼樣的菜 那男でも是什麼 即使什麼菜 作れます 即使什麼菜我都會去做啊 哦 即使什麼菜我都會去做 因為才符合這個翻譯啊 哦 然後 那這個甜蜜是剛剛看的哦 哎 他說因為什麼 後面是nandes nandes啊 這個強調強調說 因為我喜歡 去做看看 各種的料理 哦 因為我喜歡去做啊 做看看各種料理 所以這邊是 所以 男でも就全了 所以我全部都會去做啊 好 所以全部什麼菜我都會去做 什麼我都啊 那重一點啊 什麼我都做了啊 什麼我都做 什麼菜我都做 啊 等一下 重一點 什麼菜 我都 會 去做 啊 那一行 這邊只會去 什麼菜我都會去做 因為他說 どんな料理を作るんですか 你做怎麼樣的菜 然後他說 什麼菜 我都會去做 什麼菜我都會去做 然後因為什麼 這邊是 這個nandes 是強調強調說 因為我喜歡 去 做看看各種的菜 所以什麼菜我都會去做 而不是什麼菜我都能做啊 這樣懂嗎 你要看他翻譯的意思 如果這一句有好幾個意思 你要看 上面那一句跟下面那一句 甚至是上面那一段跟下面那一段 來去決定這一句的意思 因為好幾個意思嘛 你帶進去哪個意思比較合 所以翻這一句會比較合逻辑 這樣懂嗎 好 那我們直接上到這裡